歡迎來到前面百分百 講到大摩點兵 在揮答先排之前 在明天的財報報告之前 不過呢 我們今天下午錄影的時間 大概在四點多左右時間 看看美國起貨盤的表現 大漲走高 目前呢 道瓊起漲了有百分之零點四的幅度 但是呢 科技股起指更猛 漲幅高達百分之零點八 是不是呢 真的有在壓 揮答財報是其實很亮眼的呢 就像剛剛專家所說的一樣 不過呢 看看今天大摩的報告 點兵台灣的這幾家AI股 看好誰 看好的晶圓店 今天衝高漲停 看好的創意 出現了反彈 佔回了月線 華碩今天是創新高 四百一十四塊五 大漲了十九塊五 佔上了四百塊 還有包括了 金像店最近都力手在兩百塊 還有偽創今天呢 也在尾盤 稍微的白頭拉高 這又是拉尾盤的 台積電 齊鴻 廣達 智貿 金星科 都在大摩看好AI股的名單當中 今天呈現走高表現 當然這份的報告當中呢 也值得關注 其實呢 他們特別把今年 明年跟後年 這些AI股的部分 在於AI題材當中 對於他們這些公司的獲利占比部分 來秀出來告訴大家 到底誰在這裡 可能在明後年的獲利占比 是比較高的呢 剛剛鼠邦特別提到的技嘉 其實發現到了 在報告當中看到 2025年的占比 在獲利的部分 可能會高達百分之三十八 他的AI占比 再來就是維影 百分之三十二 廣達有百分之三十二 工業複聯百分之三十 智茂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趴之間 這都是呢 大於三成以上的AI獲利占比 這幾家公司 那其他其他包括微創 包括了齊鴻見准金像電 華碩光寶科 台達電 在不等的這個占比當中 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五左右了 今天立刻請漢成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看看這件事情 這個報告 大摩在揮答財報報告之前呢 直接點兵了 那當然也給投資朋友 今天呢選股上比較放心的選擇 但是AI股真的可以這樣的放心選嗎 現在怎麼看 我認為當然一線的這一股票 領頭這一股票一定還是首選 那只是說現在來講到 因為以前的NVIDIA要公佈財報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邊來講到 要嘛就大漲 要嘛就大跌 可能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從過去這一段時間就發現到說 這個族群其實漲跌有點不一致了 所以我就用一個市場像現在的一個氛圍來做一個打油絲 讓大家來感受一下 現在對於AI族群 大家要感受的是如何 第一個資金一滿市場唯有AI高 你看整個市場 都只有資金都在AI 每天都AI 對 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個股 就算有漲 大部分都是一天行期 隔天就要壓回來了 所以反而在AI族群來看到 伊達還是現在最優的一個表現族群 那法人的一個態度呢 積極又看好 有沒有都很看好 你看我們秀一下這個外資的對 揮達的這篇報告裡面 有五十二個分析師 目標價現在均價差不多在五百二十五塊錢 那這部分來講 你看瑞瑩把目標價往上做調升 那都是在買進 其中最高的是什麼 阿爾西亞調升到一千塊 神秘外資 對 還是在買進的一個情況 那那天揮達漲了八趴 最主要是誰 匯豐把六百塊調升到七百八十塊錢 這個比較有誠意 調的比較高一點 把他調到這個比較正常的水分 所以當天揮達就漲了八個分析 那今天早上來講到揮達又在創下新高 所以我們剛剛看一下揮達的一個K線圖形態 今天最高是四百八十一點七塊 四百八十一點七點八這一部分 已經突破到這個四百八十點四塊錢的一個價位點 所以他股價來講是往上再創新高 那等待的是什麼 就是今天往上要整個這個開獎的一個情形 到底是如何 可是剛剛我們看到美國企業盤 好像已經幫他提早開獎的感覺 其實國內你會發現到說在尾盤 很多AI都拉升上來 也有一些壓寶的一個行情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回到我們旁邊的這個答應是 法人的態度是又很好 很看好啊 所以股價來講應該未來的一個長線表現 一定是很好的 那股價很多都漲多了 那風險是不是很高 股價漲多風險高 可是股價很多股票漲多之後再創下新高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他說創下新高之後 會開始震盪 可是很多沾邊的一個股票 似乎都沒有再上來 很多都還是維持在低檔交易區 所以代表說很多股票來講 可能在這時間點就要看純度 等一下就用純度 剛剛我們秀在那裡 純度的部分營收的貢獻 或者獲利的貢獻來講 對這些股票來講 才真的有結合在往上推升 那聰明的資金已經離席了 唯有套牢高 很多的個股來講在AI組織 不是很多股票都創新高 很多股票反而是很多人套牢還在高點 包括像最近今天拉尾盤的偽創也是一樣 你看偽裝之前高點一百六十幾塊 連宏基都離席了 這個公司裡面經理人也都大賣股票 所以反而這部分來講 應該還有高點 只是說暫時很多人是套牢在高點區 那展望好不好 我認為是旺好 展望是好的 所以當這個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 唯一的戰略 我們要用戰略 我們不是用策略 因為現在來看很多股票都漲高了 你要去追風險又高又怕套牢 怎麼辦 我要用比較積極 不是說積極的 比較保守比較那種戰鬥心態來做一個操作 是用戰略的一個方式 戰略只有什麼 就是低階不要追高 就算今天晚上回答出來的彩報是好的 利多消息是好的 當開高拉升上來你要追嗎 要怎麼樣 我認為不要追 不追 明天不能亂追 因為很多股票來講 你說一線的都已經在高點 這是創新高 再往上拉升一直創新高 也許一天掌升兩天掌升 這樣空間會很大嗎 應該不會很大 所以風險來講一定是有的 所以最好的 就算今天有利多消息 今天晚上出來是利多消息 可是稍微等一下 如果真的有利空 那更好 他就是壓回來讓你第一階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應該要期待能夠壓回來比較好 對沒有錯 你一下衝上去 我這樣子望股心探 還想追 那一追可能又套 對沒有錯 所以長線一定看好的 就是等待沒有利空 有利空更好 壓回來 我覺得只可以站在買星的地方 很重要是用戰略 你說的戰略 而不是用策略 所以呢 這可能就是在戰鬥當中要積極一點 怎麼應對 你剛剛講的戰略的部分是低階不追高 那我們特別舉例這幾個人氣股來檢視 怎麼看這些個股到底是什麼樣的戰略 再低階可以 那我們再看一下AI的一個營收營運的一個評估 這個是我只列出四檔股票 那你看到剛剛提到 從營收佔比的部分 跟獲利的佔比 你看廣達 他可以從10%到31% 這是2023年的這三年 那獲利的表現來講更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技嘉拉升上來 在這個地方 我下一張有技嘉 可是這邊為什麼沒有把它拉升上來 因為國內有些公司 券商叫元大 元大的評估 跟剛剛看到的外資的評估 有一點點落差 所以我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我就沒有把它放到這一部分 可是我認為這部分來講 廣達算是很好的 是沒問題的 對對對 那偽創來講其實營收佔比沒有到很高 可是你看獲利的佔比有提升 大幅提升上來 所以對偽創來講應該是很正面的 圍影也是一樣 算是很大的一個提升角度 那你看華碩今天也很強 華碩可以從0%到19% 代表說其實外資對於華碩的未來的展望 在AI這個部分算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個看法 所以它的一個力道算是很強的 成長力道 所以獲利的部分來講 從0%到9% 所以它的一個獲利成長力道蠻強的 所以今天反而華碩是創下新高的 換它衝上來創高 之前是廣達偽創 但現在廣達偽創都還在準備 還想要再一次挑戰前高 但是還沒有 反而是換華碩 換這些微影這些個股再走高 像市新在走高 最近有這種擴散的轉變作用 但是你剛剛講到的戰略部分 就切入這些個股來戰 怎麼戰 那第一個我們要看它的獲利表現 跟未來的一個展望 甚至法人的一個評估 我們當然要去做一個展望 廣達今天收盤是262塊 今年市場上法人預估是到8.5塊到10塊錢左右 明年也差不多在10.8到15塊 因為他論據算是不錯 有些成長 那目標價來講其實你看喔 收262 然後目標價也就是在這個中間 所以現在卡在中間位置 你要追 所以明天說有利多消息 可能就往高點來靠近 你要追嗎 真的我也追不下去 可能就是等待真的壓回來 所以操作策略是什麼 戰略是什麼 短線當然可以用小時線找買點 但是小時線短線是 是你可以操作的一個買點 但是不是要你短線操作 你可以用一個中長線的一個角度 可是這個點是可以讓你切入了 什麼樣的點是可以在小時線當中也發現 然後靠近可以切入 其實你看我們往前看 這個點也好 或這個點也好 我們等一下再切到這個日線 因為這是小時線 等一下你這兩個點 你再把它切到日線去看 是不是同樣的回到 技術指標回到低檔降低檔區 你看這個部分 MAC的柱狀體 開始在收斂的時間 KD指標配合在 這個RSI指標配合在低檔區 是不是就很好的一個進場時間點 所以這個是短線可以切入的 所以他有沒有掌聲上來 大概就在兩百塊 兩百零五塊附近 對那你看喔 又回檔修正下來的時候 指標是有回檔修正下來 同樣來到這個低檔降低檔區 又是另外一個切入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你用這樣的一個技術指標 你可以秉除到你情緒性的操作 你可以用一個紀律性的操作 反而比較會不會有追高的一個風險 好那你把它切入到這個日線去看這個點 你看這個點來講的話 是不是同樣的在低檔降低檔區 所以配合到這個部分來講 是在低檔降低檔區 這個點更好 因為你從日線角度 這個點當然是更好的一個切入時間點 所以剛剛小時線是這兩個低點 所以你可以都看到說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點 那這個點日線來講 當然是更好的一個切入 所以他有一個波段的一個漲勢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波段的一個方式 你為什麼用日線的技術指標 配合到低檔降低檔去去尋求切入點 因為你可以買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切入點 好但是這是之前最好的點 但現在已經拉高到了250以上的話 這三四天我們要短線上怎麼看 又有拉回的話怎麼找機會點 對那你看喔 現在不是拉升上來 現在剛剛也提到了卡在NVIDIA 是要公佈財報 現在是卡在半中間了 對你看這邊是高點未接 那現在已經卡在半中間怎麼辦 如果明天利多是不是開高 那怎麼追指標也來到高點 當然就不追 如果有壓回來 利空壓回來 等待指標回到低檔降低檔去 是不是就可以等待一個很好進場的時間點 所以剛剛提到的戰略 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買到一個 可能比較適合你的一個加位點 比較適合抱住然後呢 放心睡得早覺的點 對 沒有錯 所以明天如果真的像今天 美棋子這樣的衝高 或是帶動美股跟亞股 尤其是台股的AI股的衝高表現的情況之下 漢城的觀點是不追高喔 戰略的部分是如此 帶回來還有其他個股來檢視看看 用這種方法可以找出 他的回測當中最好的機會點在哪裡 還有今天軍工股也很強 軍工股到底能不能夠成氣候 今天突然來個點火 我們都知道 下個月有軍工大展即將登場 今天股價這樣的衝高 是為下個月的軍工大展在這裡 再做準備再做衝刺的剛開始嗎 這又怎麼看 一樣待會請教漢城囉 馬上回來